央行昨天提醒房贷支出超过三成的民众 要留意未来利率变动的风险 这也暗示了台湾可能会迈入升息时代 曾经有房市空投总资历的台北市副市长张金二说 内行人都在卖房了 张金二说彭淮南的预警升息说法 对不动产交易气氛多转空 具有临门一脚的作用 现在进场正好套牢 因此建议卖房优于买房 如果真的有居住需求 先租房一两年后再进场买房也不迟 至于在资产和负债操作上 也要有新思维了 就是存钱要存机动利率 因为随时都可能升息 也因为如此借钱的话 就要选固定利率 以应付突然升息 钱可怕会要缴得更多 央行总裁彭淮南提醒投资人 要小心房贷利率可能有上扬的风险 对此房众业者表示 目前台湾的整体经济环境复苏缓慢 房贷利率要涨 至少今年之内难度还是相当高 提醒消费者也提醒银行 做控制控管 说未来也说不确定 而积极成长 那以台湾的一个利率环境来说的话 一方面我们其实是跟着美国联动的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要端看国内的一个经济 经济的一个环境 确实利率如果能够做一个明显的一个调升 其实难度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不过房众业者也指出 中长期来看房贷利率还是有上扬的可能性 而若是利率达到3% 甚至4% 不仅投资客会缩手 房市也有可能翻转 房贷利率到底有没有调涨的可能 有意买房的民众 不妨多听听各种声音 再来评估 UDNTV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